大家好 我是小玉上海台的魔獸大師超哥 為你變一個精華的奶茶魔獸 亞民董事長吳國超 是第一個將珍珠奶茶帶出台灣的人 他創立的仙棕林快樂檸檬 在中國餐飲市場站穩一席之地 很難想像身價超過10億元的吳國超 最大的興趣竟然是變魔術 不僅將魔術的道理用在經營事業 連老婆也是靠魔術追來的 其實魔術改變了我一生 以前我大概是一個沒有自信的人 吳國超在眷村長大 小時候超壁俗 除了個子高沒有其他特色 20歲時有次經過百貨賣魔術道具的小店 老闆見他有著一雙大手 希望他來學習魔術 沒想到就這樣陷下去 魔術是把簡單複雜化 很多企業是把複雜簡單化比較有效率 所以我也是把這個魔術的那種 簡單複雜化弄到企業的文化 一個賣茶的東西你覺得很簡單 但是你必須告訴茶裡面 他幾度的茶幾度的冰他是最好喝的 吳國超說90年代剛到中國 時空背景跟現在差很多 和官員很難溝通交流 這時候在飯局裡變魔術 感覺就不像應酬 像朋友聚會 33歲創業到現在 吳國超認為在詭譎多變的商場 魔術讓他把事情專注做好 改變他的人生 唉呀 各位 真的太美味了 哇 太好喝的奶茶 這奶茶 見證奇蹟到了 看到 不見了 各位 好 快來你們奶茶 好喝啊 聽說 現在點開蘋果 會看不到新聞 我就不信了 真的沒有耶 怎麼辦 加入好評語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你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現時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一定會做的 你不想說